Kiss off the lesson经验分享课 今天是第496节课 是昨天那个经验分享课的第二个部分 昨天我们看了一个中国大陆的考生 总分从6分考到了一个7分 然后他的听力和阅读呢分别提高1分2分 然后写作和口语的话是终于突破了这个6分的这个档 然后昨天呢他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口语怎么样 用两周时间从5.5考到了6分 然后写作复习最主要的点是什么样子的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去看一下他做了哪一个听力的练习 可以帮他听力的从6.5提高7.5分 阅读也从6.5分提高一个8.5分 这节课会和你具体分享一下听力制作题为什么提高不了 那帮助听力和阅读提高的一个练习是什么 这个练习具体应该是怎么做的 听力记笔记不管用怎么办 还有一些听力的一些听力和阅读自学的资料的下载 全部都在这节课的课程里面 然后如果你觉得今天这节课会对你学习有一些帮助的话 记得可以帮助我们去一键三连一下 这样就会有更多同学 可以收看到我们的免费干货了 那你现在大家现在就可以去收看一下这节课的经验分享吧 然后他的coach是米笑 对于米笑的具体介绍的话 也给大家放在这个节视频这节课程的下面 我觉得听力变化很多吧 就是听力 那个啥 以前是怎么说 以前是怎么搞的 以前就是直接做题目吧 就直接一直在练题目 但是怎么练 怎么练就6.5 6.5分 差不多这样 怎么练也没用 后面才知道还有听起来这回事 那个不是听写吗 就是上课不是课程说了吗 就是那个 我觉得那个很那个很关键 如果没有那个的话 而且我觉得那个就是听一遍以后立刻马上翻译成中文那个东西 对我的阅读好像也提醒了 就是那个帮助也挺大的 就是你听一遍就能翻译出来的话 看一遍更能翻译出来 我觉得就是这帮助听到的 因为另外一个是就是协作 然后我补充一下你的听力吧 因为提升的分数是一分嘛 然后的话 呃当时我记得你是呃一遇到那个就是比如说那种比较长的题目 然后或者是两个提控连在一起的题目就容易出错 你还记得吗 然后就是当时回答他的这个方法 就是说你 说你听到一个东西 你觉得有可能是答案 你不要急着把它记下来 你就是先把你觉得可能的答案写在边上 等你把这个听完了 你再决定是不是这个答案 这样就是 你不会遇到那个 你可能把 有可能错误答案先记上去 后面就不管了 然后还有一种 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当时好像是 呃如果遇到不懂的词 你就是有有一点容易纠结 就是我就得把它听懂 然后你在纠结的时间 你答案给错过了 就正重点还是说你把整个这个框架的这个呃 听见的内容先掌握了 然后你再去 那个 预控的那个答案 当时你较容易错的这两个地方 对 所以其实听你 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听你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嗯 就是在报报名之前吗 嗯就是 刚开始不是听到什么要写笔记吗 那时候我都懵了 就是我我尝试过 就是有一些老师也会教你 就是以前的呢 就是看一些什么视频 免费的课的视频 不是你不是不是定解的 就是别人的 他会说叫记笔记 因为我试了一下 当时当时我自己试了吗 记笔记跟自己直接写 直接写更高分 然后记笔记是不高分的 因为当时我没有没有说有没有打好基础吧 就是没有说什么听写怎么在打好基础 然后刚开始还挺纠结的 后面发现哎 真的是洗笔记真的真的会比较比较好 就是就是证据率会比较高 对你听写做多久 听写一直一直搞一直从没有没有没有听过 一直在听写的 意思就是每天都是你用那个表格吗 就第一行就是听一个句子 然后翻译成中文那种 对对对对对一直在搞这个这个不敢填 这个真的不敢填 嗯 对 所以我们以后 那个我觉得那个很很重 真的很重要 对对 那个听写 你要听写之后 就是我刚才还是说 才强调一遍吧 就是听写之后 你会发现阅读的话速度会提升的 就是你听写完之后 提升 而且是我觉得其实很 我觉得提升很多吧 真的很多 我之前之前我是这样的 就是有时候会 啊不是吗 我不知道使用是吧 因为神游吧 就是看完阅读不是不是阅读吗 看完一句话 我看完了 但是我发现 哎我刚才看了什么东西 有再看一遍 好多学生有这个问题 我我我经常会这样 但是听听写完之后就不会 好像是没有发生 发生过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你听一遍 听一遍 你就只能翻译出来 然后看一遍更能翻译出来 我是我反正我是这样 我的大脑是这样告诉我的 嗯 对对 好 我们简单来去讲解一下 他听写的作业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个听写的方法 就是先去听一个句子 然后把你记下来单词的话 有印象单词全部都写起来 然后这个句子反复重复听五遍之后的话 然后就是你听下来最终版本了 然后根据那个音频去跟读一下 就可以了 记录一下自己的错误 现在我们多增加了一个就是呢 它的第二个步骤 当你听完这句话之后的话 我们要去反映一下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是什么 然后和正确答案去做一个对比 对比完之后的话 记下来自己错误的原因就可以了 当然之前经读的那些错误的原因 比如说发音语法词汇的问题的话 吞音的问题也全部都要去记录下来 那我们保分课程的同学的话 因为我们之前很多同学都做过这个练习了 你就可以参考其他同学 然后去对比一下答案 然后如果你自学的同学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表格放在你的资料包里面 微信公众号后台 去回复一下资料包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去看这个视频的话 这个视频呢 是一个完整版本的雅思听力 就即使你的基础很差 从四分的基础 也可以去提高到六分七分 甚至是八分的一个整体 你需要比如说怎么去 怎么去背单词啊 包括怎么样去做听写啊 包括不同类型的题目的话 你怎么去做题的一些技巧 全部都是在这一个视频里面 我们把这个视频的链接 给你放在我们现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就可以了 然后具体的话 每一种类型的题目是怎么样去做的话 在我们的自学课程里面的话 有具体的解释 我们自学课是给你按照60天 自己每一天都需要去做什么 给你唱个开 比如说你前面几天的时候需要有 比如说听写 还有一些发音规则的课程的话 我们全部都是包括 然后从第二个月开始的话 你再开始去分题型的话 先去练什么样的题目的话 是练习去做笔记的方法 然后就是每一种类型的题目的做题技巧 分别是什么 然后这个课程的链接的话 也给你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听力的话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可以自学 考到一个7分甚至18分的 那我们最后一对一的coach 真正去帮到你的 就是你有的时候在做 不同类型的题目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这个题目去做错了 帮助你去分析一下 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给你布置一个针对性的作业 所以听力的话 在一对一课程里面 这样的比重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因为大部分的同学的话 都是可以自学去考过的 然后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下 阅读速度的问题 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的自学阅读课程里面的话 有几节课是可以免费收看的 你到了这个阅读自学课程里面之后的话 你直接点击这个 list up heading的这个 在我没有注册登录网站的情况下的时候的话 这个视频是可以收看的 这样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怎么样才可以去快速的 五分钟之内读懂一篇文章 我们把链接给你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如果你想有更多的自学练习资料的话呢 你的资料包里边还有一个练习 叫做必备的100篇范文 你可以用这个范文的话 去做一个快速阅读的练习 然后这些文章的话 全部都是从雅思出题的 这些来源去给你去抽选出来的这些范文 而且每个文章的话 都是1000到1500次的样子 跟你雅思读的这个文章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长度 然后最后的话 如果你觉得今天这节课会对你学习 有一些帮助的话 记得帮我们去一键三连一下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同学 去关注到我们的免费课程了 还有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时候我想想 对就是就是现在知道雅思是怎么个套路 怎么个写怎么怎么搞 然后两年之后可不是要移民吗 那肯定还是要再考一次 那个时候就知道 就是知道怎么怎么考雅思了 对知道方向了 现在以前以前的话就是真的很迷茫 就是不知道雅思是怎么搞的 因为跟实际上跟之前我们就是九年医务教育 十二年啊九年 那个医务教育那个英语真的很不一样 对对对 你就雅思套路特别深是吧 不可以不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对嗯不是体系不一样吗 我觉得对体系不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很多学生会有这个感觉 就有的学生这样本科是学语言专业的 然后可能英语考专八 然后最后的到雅思这边的时候 发现成绩就是我当时也是这样 不过我专八之后雅思考成绩是四个六 就是因为你发现可能你的英语 在国内的那个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考一个特别高的分数 但你到了换了一个体系之后 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嗯 他这个评分标准就特别tricky 嗯你觉得在语言能力上面的话 你觉得雅思提高之后的话 会对你以后学习有什么帮助 就是听力啊 就是我觉得听力是最重要的吧 就是以前的话听那个不是就美剧吗 也有什么油管油管一些有YouTube吧 不是那个听不太懂吗 就是以前的话 现在的话就基本上除了那些单识不认识的都能听懂 对那个这个我觉得这个帮助应该是最大的吧 嗯 就是如果你听不懂别人说听不懂别人说话的话 那有什么用啊 你阅读再考九分也没用啊 听不懂别人说话 但你不可能每个人写个写个字给你看 对吧可能一定要说话的话嗯对我觉得口语还是能念的口语的话你就是模仿别人听说的东西吧 但是如果你听力不好的话 呵呵呵真的 嗯听歌也听不了以后 嗯 反正你也很不方便吧 一一想就知道啊 对嗯 我觉得听力听力应该是最最关键的吧 我觉得 对你听懂我相当于就是打开了一个完全新的音语 对对对对对对 他们也有学生说写作可以用在你以后 如果你以后要写IC啊之类的话 呃有一些套路去行的话 你可以直接拿上来用 若是写写作的话 但最主要的是很多学生都会反映听力对他们的帮助是最大的 嗯 嗯 米小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嗯 呃这边就没有了 然后最后还就是 关注我们的casehouse七天免费课 然后还有咨询评课一对一把分课 嗯 那链接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我们会放在视频的下面 然后非常感谢他 今天可以在旅游之中 还可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 嗯对对非常开心 你可以考过可以踏踏实实去休息一下 嗯嗯 嗯 tech 嗯 嗯 嗯